一大片艳红陆宇松还有浓浓雾气围绕 让人还以为是走进了童话故事里 台南六甲陆宇松一片转红 有游客趁着周末廉价阳光露脸 骑了个大早搭火车 就是要来抢看美景拍拍美照 坐火车来的 因为要早一点来 就是如果太晚骑车来可能会大爆炸 本来这是第三次 所以每次来看到颜色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雾气有雾气的美感 自行车正美组团 虽然夹住台南 为了美景再早都要起床 除了当地居民抢先裁点 还有外星市游客特地开车过来 就是要一睹洛宇松美景 这第一站 然后今天又有那个雾气还蒙美 对啊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 还蛮漂亮啊 跟我们中部比起来还蛮美的 中部也有 但是这边很重 就是比较大 国际新冠疫情升温 台南大型活动纷纷停办 但近来爆红的六甲洛宇松祭 游客虽然顾着拍照 但也担心群聚 一看到人潮慢慢进来 也决定先车退离开 到这边人潮慢慢涌现的时候 像现在这样子我们就会离开 我们应该不会去 人潮很多的观光景点 我们大概都会走这种 比较乡间小路的路线 你不要跟其他人太靠近 那如果人很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都会戴口罩啊 游客遵守防疫 但拍照为了让画面更好看 还是不免会把口罩 暂时给拿下来 尽管陆宇松祭是户外开放 给民众参加 但要是人潮一多各线市人潮涌入 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恐怕就会形成防疫破口 只能让马家旭团的报道